我懷孕了 可是我告訴沈浩叔 這孩子不是他的 為什麼這麼說 為什麼這麼說 我如果不這麼說 他是不會死刑的 我怎麼就跟他 成為了一家人 我不該想像 如果沈浩他知道 這件事以後 他會怎麼做 他也會難受死的 所以我預期 所以預期 讓所有人都痛苦 我還不如自己 先結束這段感情 還得跟你説個對不起 他誤會我倆的關係了 但是我不能跟他去解釋 既然我說要幫忙 不管什麼忙 我都會幫到底 好 別哭了 你明天能陪我去唐明真劇嗎 你明天能陪我去唐明真劇嗎 小辰你真的不會後悔嗎 畢竟沈浩是孩子的父親 你要真的離婚了 孩子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是知道我現在 只有這一種選擇 沒事 李小辰 讓新歡陪著和舊愛離婚 你可真行 快點好 你要不要走 你怎麼哭 嘻字眼看來 好 好 到你了 你了 你呢 我准备啊 为中老年人设计一套服装 现在这个 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很多人都不会穿衣服 但你这个颜色 会不会太鲜艳了 这个颜色不好吗 你看我这个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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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你爸问你话呢 没事 你看你的样像没事的吗 有什么话不能跟爸妈讲啊 我离婚了 从你偷户户本出去注册结婚 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 现在游戏结束了 儿子 听妈妈说句心里话 你们两个既然都已经离婚了 那你跟严小辰这一篇 就算彻底地翻过去 你就当自己做了个梦 现在梦醒了 该面对现实了 你现在很年轻 又是个男人 你该考虑的不是成家过日子 你应该想想自己的事业 以后这么多年要做什么 对吧 不要因为一段情感 就让自己一蹶不振 懂吗 从今往后 把自己的重心 挪到事业上去 你妈说的 这样正好 你呀明天起 就去分公司上班 也不要干什么销售了 我看啊 就从经理做起吧 随便吧 这叫什么话 随便吧 她随便就结婚 这随便就又离婚 当个经理还随便 真是气死我了 哪那么多随便 行了 别生气了 茶凉了 我给你泡点热茶 去去火啊 随便 麻烦问一下 那个心血管科 是在这一层吗 这里是A区妇产科 B区心血管科 在那边 其实真的不用陪我来的 还好我陪你来了 要不然的话 谢谢啊 我都不知道你营养不良 看来最近啊 不能让你加班了 不然我不嫩 有什么气愤 有些人 有些人 说的 拿下来 我一面 想给呀 怎么办 我一定的 单子出来了 你看一下 喂 方姐 我跟您说啊 我现在在上海的医院看病 我看到小陈了 他生病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个男的陪着他 只是 他们俩是从妇产科出来的 我就没有上去打招呼 妇产科 男的 是不是上次他带回来的 那个沈猴啊 我看着好像不太像 上次那个小伙子 要不这样 我拍张照片发给你啊 我看到小伙子 我做一个女的图 我会给你了 有没有很难的 我会给你了 我会给你了 他妈妈 你把女的图片 喂 妈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呢 学会撒谎了是吧 陪你一起去妇产科的那男的是谁 我 你是怀孕了吗 不是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要不是田阿姨告诉我 你打算瞒我多久啊 你跟我要户口本 是不是去登记结婚呢 结了没有 那孩子是谁的呀 不是 妈 严晓晨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未婚先孕 你要不要脸呢你 你啊 我跟你说话呢 在听吗你 赶紧回来 从上海给我回来 把事情说清楚 怎么了 你妈说什么呀 我妈知道了 我妈知道了